大家好 欢迎收看《远观时事》 我是凌远山 今天要和大家谈的话题主要有 既贵州之后又有一省的地方债务爆雷 中国经济低迷 工业利润罩降 农民工佬灵化严重 通货紧缩隐隐若然 中国人幸福感世界第一 网传中国首个城市全面取缔成管 中国又有一个省份的地方债务爆雷 近日 继从事不良资产管理的专家组进驻贵州后 又有云南省多远市直言 化债压力大 有经济专家说 中共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 骨牌效应已经显示 云南省并不是最先爆出地方政府 无力化债的地方 在旧早前 贵州省政府已率先公开向中央政府含华 称 扣地方政府自身以无力化解严重的债务问题 请求中央给予技术上的支持 在上周六即是22日 中国国有不良债务管理公司 中国信达宣布 将向贵州派出一个由50名专家组成的小组 帮助其预防和化解风险 并拯救房地产业 美国有线新闻网络 CNN 在相关报道中 引述最新的统计数据称 到2021年底 贵州省政府的债务总额 包括政府融资部门发行的隐性债务 已经达到了人民币25万亿元 约合3.6万亿美元 我查了一下 2022年贵州省的GDP总共才是20164亿元 也就是贵州省的负债已经是GDP的12倍以上 问题已经非常严重 非常惊人 英国《金融时报》日落号报道 全球三大管理顾问公司之一的贝恩资讯 上海办公室这两个星期受到中国警方数次突击检查 电脑和手机被拿走 目前尝未拘捕任何员工 在此前 日本安斯泰来制约一名日籍主管在北京被捕 美国进职调查公司名次集团北京办事处的五名员工被捕 美国晶片制造商美光科技出口到中国的产品 也遭到网络安全审查 中国人大常委会26日通过修订的《反间谍法》 将适用范围扩大到当局认定的外国威胁 允许检查疑似从事间谍活动者的行李、设施和电子设备 更升高了外企在中国营运的风险 扩大间谍行为定义更加深了外企的忧虑 《华尔街日报》指出 中国当局对外企出出逼人可能客跑外国投资者和外企 危及北京当局达成的经济增长目标 讲到经济增长目标 日前北京当局宣称 第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下降了21.4% 我这里解释一下所谓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指的是 年主管业务收入2000万元人民币以上工业法人单位 相比之下2022年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 亦处于大幅度下降的状态 而且大家知道 中共经济数据一贯参加 虽然中共公布的多项经济指标不佳 但一季度的GDP数据仍然表现漂亮 国家统计局4月18日公布的一季度GDP为284,997亿元 较去年同期增长了84.5% 不过官方数据中政府税收大跌 消费和生产价值指数双双下降 青年失业率又创新高 有专家分析这种数据的混乱 讲明中国经济出现了结构性混乱 当然我觉得也可能是因为中共的数据造假而难以置圆其说 人口结构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也是至关重要的 中共官方在本周五发布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报告显示2022年中国农民工共有2.9562万人 比去年增加了311万人增长率是1.1% 根据报道作为中国主要劳动力的农民工群体 其平均年龄为42.3岁 40岁及以下农民工占47% 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29.2% 老龄化的从业结构已经相当明显 此外中共中央政治局当天也召开经济会议 再次强调提振经济的关键是扩大需求 此前中共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李道琦 在写媒发视频呼吁政府向全国公民发放 5千亿元人民币的消费券 李道琦说目前中国经济偏冷的一个核心原因 是百姓的消费不足 为了解决短期内的消费不足 恢复消费者信心 李道琦强烈呼吁中央政府给以全民发放5千亿元消费券 设定年底到期的条件 他估计5千亿元的消费券能拉动至少一兆元的消费上升 反过来透过流转税 至少有3千亿元回流到政府财政 不过中国官方否认有通货紧缩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财经版主篇徐锦 在一篇专栏文中分析了中国的通缩之忧 他表示当下中国还算不上真正的通缩 但坏消息是通缩可能真的在路上 4月27日大陆环球时报发表了一个消息 引发了朋友圈转发和热议 国人幸福感首胜第一 报道说在最新的一个国际民调里面 涉及32个国家的2023年全球幸福指数报告显示 91%的中国人认为自己非常或很幸福 中国更是首次登顶幸福感最高的国家 对此有网民开宣 这个不出奇已经第一很多次了 这次应该是宇宙第一了 还有网民质疑是谁调查的?怎么统计的? 为什么我们大部分人都不知道被调查过? 你们问过朝鲜了吗? 怎么得来的? 为耍我身边都是不开心的人 六亿收入不足千元的在家偷着呢? 去将家界习太自杀的青年调查了吗? 四川森林里的青年调查了吗? 而我这两天在海外中文推特上 正好在盛传一个视频 显示有五人商约在中共最敏感的区域 天安门广场地铁站服毒自杀 画面让人心痛不疑 尽管后来有网友指出 这件事是发生在2016年的事 五名金融诈骗的受害者 尽经上访无门 逐商约在地铁上集体服毒自杀 但这些都是实实在在 发生在长国天朝的真实案例 是怎样的政策让他们走上了绝路? 好,再来看看这位大爷 为了买一块肉 在买肉摊前足足站了一个多小时 手里拿的都是零钱 我不知道幸福感爆棚的小粉红们 看到这样的事 心里有没有同情心? 当然肯定会有粉红话 这是在抹黑我们伟大福兴的中国 这个年头为何还有人摇不起一口肉? 近日还有一件事 触动了很多中国人的内心 由于中国经济衰退 低层生存越来越艰难 网传山东泰安一外卖员 骑车跌倒多处流血却拒绝就烟 一名四川外卖员多次昏倒 仍然坚持爬起来骑车工作 视频显示 一名外卖小哥坐在满系雨水的停车场地上 然后挣扎着站起来 没有走几步 但又直挺挺地向后仰倒在地上 他想站起来但没有成功 躺在地上过了一阵 才最终站起来 骑上美团的外卖车继续出发 视频字幕说 每个人都在努力地活着 另外最近网传 G博销敲文明全国的山东省G博市 成为全国首个取消城管的城市 开了全国的先河 G博市委书记马晓雷最近指出 所有城管人员全部退出 G博是文明城市 是老百姓的城市 应该还老百姓一个安宁 这个消息一出 立即在网络上炸了 于是今天 中共各大官媒已经紧急出来辟谣 但这个模仪是反映了老百姓最真实的心思 尽管有人立即出来附和话 要严查至媒体 但立即有网友留言 取消城管是民意 你这种人是狂犬针打得太迟了 民众希望的不是谣言 今天的远观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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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